未受大家关注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目前也在紧张的建设当中 施工现场的情况如何 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火神山医院的ICU大厅 整个医院像这样子的ICU大厅有两间 这每一间大概是有500平方米 可以容纳15张病床 那所有的重症患者呢 就会住在这个里面 现在这个ICU大厅的建设 已经进入到这种洁净采钢板的搭建 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洁净采钢板 先听一下声音 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实 这也说明这个采钢板 它其实密度很大 这样一个大的密度呢 是为了保证ICU里面的一些 受到细菌或者是病毒污染的空气 不会外泄 再一个我们来摸一下 采钢板它其实是非常的光滑 那这个光滑程度也是为了防止尘埃的一些堆积 保证ICU大厅的一个洁净环境 据介绍 这些洁净采钢板 可以把ICU病房隔成不同的功能区 属于基础结构的搭建 目前ICU病房的多项基础工程正在同步推进 超过200名的管理人员和1000名工人 正在24小时不间断施工 这里是雷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 现在整体的项目已经完成了40% 可以看到现场近3万平米的调新基础施工呢 已经完成 场外还有近300套的活动板房 在陆续进场安装 根据最新设计方案 雷神山医院总建筑面积 扩大到了7.5万平方米 其中医疗隔离区约52,200平方米 病床数由原先设计的1300张 扩增到1600张 让更多的病患得到妥善救治 另外雷神山医院目前已经实现通电 下一步 电力保障团队会继续加强 对雷神山医院的供电特询 随时提供安全用电方面的支援